而苗栗縣投分市知名的上順廣場 今天驚傳槍響 目前只知道是上順廣場附近 有一間獨棟的透天座 一樓玻璃被開槍 所幸無人受傷 而警方隨即在附近逮捕了四人 釐清案情當中 警方表示 目前還有同伙在逃 已經報警地檢署指揮 偵辦 釐清作案的動機 根據瞭解開槍的嫌犯疑似 開了三部轎車到現場 究竟他們開了幾槍 那麼槍手又是誰 警方還在追查當中 那麼警方也不排除 可能是黑道尋仇 開槍警告的意味是相當的濃厚